这个男人是5DS中唯一一位反派 掌握的组织世外桃源 名义上是给意念力打牌人温暖的组织 实际上却是将这些能造成实体伤害的人 作为武器出售给战争贩子 而童年受到伤害的邱姐就是其中之一 在家闲得没事的二龙兄妹 让发型犀利的兵士老哥带着他们 前来会议会迪维恩 奈何小孩子们江湖阅历太浅 被迪维恩熏晕不说 还把龙可安排在观战席 看着迪维恩与龙亚打小型黑暗游戏 美其名曰激活龙亚的力量 由于观众习听不到下面的声音 所以迪维恩主动揭露了世外桃源的真相 于是一场正邪牌局开打 迪维恩人品不行 面对龙亚还要先攻 召唤一看就是鹰人的透视兽 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可爱宝宝龙亚 召唤变形斗士之收音机人 攻击状态下上升系列卡800点攻击力 龙亚人菜牌引大 召唤即攻击 玩的就是硬碰硬 奈何对面的是个鹰人 以支付800点生命值为代价 让透视兽免遭破坏 这就是龙亚 一击不中直接结束回合 轮到鹰人 召唤一念爬墙蜗牛 龙亚被吓尿 你是社长吗 起手就是个1900 蜗牛闪电击破收鹰人 因为带上了凯撒装置 所以龙亚受到略微冲击 迪维恩攻击继续 透视兽发动魔术冲击波 瞬间削减了龙亚大额生命值 而如此光明正大的欺负小孩子 丘姐却还对迪维恩深信不疑 这一刻 小少爷龙亚直接被打哭 鹰人迪维恩十分嚣张 真应该让他和马力克打长牌 突然龙亚状态回归 抽出一张好卡 召唤变形斗士遥控器人 加上永续魔法废剑箱 特殊召唤兽人 调整等级4与等级3的变形斗士 进行同条召唤 发动怪兽效果 从卡组中随机抽取一张装备魔法 发动双重工具 在自己的回合 以上升动力工具龙1000点攻击力 进攻透视兽 这一瞬间 迪维恩要再支付800生命值无效攻击 龙亚表示幸亏你早说了 给我了编辑装备魔法的二重效果 进攻怪兽时无效效果 赖皮 原来这个阴人玩的 还是单方面的黑暗游戏 眼看局势被一举扭转 龙亚飘到了极致 声称自己就是第五位龙硬者 好家伙 你怕是不知道有位龙硬者 已经被暗硬者干趴下了吧 永续魔法意念破坏 效果在召唤出怪兽后 支付500点生命值 上升怪兽的等级与攻击力 迪维恩的同条来了 同条召唤意念借球体恶魔 龙亚见状表示很慌 不过动力工具龙 还有无效破坏的效果 奈何先说效果必被反制 陷阱卡战斗瞬移 效果让意念力怪兽 对对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龙亚生命值被瞬间归零 也就是龙亚年轻不盖牌 要不这家伙不能这么嚣张 那么剩下的龙渴 是否也会被迪维恩欺负呢